记者翁子涵台北报道,林佑佳金以学籍长身份,出席第六届H.O.T.校级原创音乐大赛记者会,以自身经验鼓励追逐音乐梦的高中生。 他透露自己即便出道十年,站上台脚仍会发抖,被问如何克服紧张。 他笑称就是左手跟右手互玩猜拳,左手赢三四就不会紧张了,更把气质喊,紧张就紧张了,错赛就错赛。 连佑佳也分享竹梦的过程中,要懂得规划时间,不过他却自嘲这块还有待加强。 而母亲节将至,他透露自己每年都很忙,老婆丁文奇特别提醒他要帮妈妈庆祝,我问过妈妈了,但他要跟朋友出去玩,心意有传达就好,以往也都是送保养品等实用的礼物,没有包过红包。 连佑佳出席小季原创音乐大赛记者会 记者攀少堂社,连佑佳出席小季原创音乐大赛记者会。 记者攀少堂社,连佑佳,中,出席小季原创音乐大赛记者会。 记者攀少堂社